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早安 回来的节目时间 动物治疗在外国已经流行很久 自信医学报告也证实 动物的真正性 可以有助病人 宣援压力 抗低血压 甚至减少还剩心脏病的机会 本我最近成立了 澳门动物科研会 精力训练狗仔 成为动物医生 今天我們請到福利會教兩位嘉賓來跟我們聊天 坐在我左邊的這一位是何子慎醫生 她是一位執業獸醫 另外再隔一位是莫嘉年小姐 她是澳門動物福利會教會長 歡迎兩位 另外今天也帶了一位狗醫生來我們當中 她叫甚麼名字 她叫Jolie Jolie是嗎 她的名字有甚麼意思嗎 她的名字叫開心 開心 好開心 其實我知道福利會成立了三個月左右 訓練動物醫生也成為你們第一項工作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救思 因為我們覺得澳門現在的人越來越多養寵物 而且多數人都是養狗的 而狗也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狗除了是你的寵物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它可以吸毒 做工作犬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在開心方面 是否可以將他們訓練成狗醫生 用來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舒緩情緒 讓他們帶來歡樂 其實狗醫生去接觸病人的時候 通常他們會去幫助病人 以及我們之前去探訪過一些有需要的人 是嗎 是的 我們曾經探討過兩個機構 他們是主辦兒童中心 以及處幫兒童中心 其實他們去探望這些小朋友 他們是會跟這些小朋友親密接觸的 例如這些小朋友會跟他們玩 摸他們 他們的反應都很大的 這些小朋友都很開心 看到這些窩狗的 他們一般來說 只會在小朋友的中間走來走去 有時給他們摸摸 有時摸摸他們 他們就會很開心 會不會做一些特別的表演 給他們看 會的 我們會在開始的時候 大家圍一個圈 例如有些小動物 可以做一些 跳起來 搶東西吃 撿球 或者是 Give me five to six 那也是很有趣的 會不會說 小朋友特別喜歡小狗 年長一些的病人 其實他們都會 都一樣的 遙出的小朋友 就比較快熱些 年紀大些 就可能會對小狗 有些避忌 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他們是喜歡的話 他們都會很 跟小狗很開心地接觸 Jolie 你乖乖地 另外 講回Jolie 我知道她是舊醫生 她做了舊醫生多久 還有她有甚麼專長 她跟病人接觸的時候 她最厲害的就是 經常拿著眼睛看著你 好像很開心 經常跟你聊天 接近的 而且如果小朋友 摸牠的時候 牠會有回應給你 例如你摸牠的話 牠會看著你 伸到你出來 舔一下你 或者是疼一下你 其實現在 福利會裡面 有多少隻動物醫生 我們一個人有22隻動物醫生 牠們全部都是小狗 我知道今天 也帶了一些 動物醫生的照片 可不可以介紹你們 動物醫生的照片 好啊 這個就是 Faby 牠有甚麼專長 牠很喜歡跟別人玩 牠整天都跳到別人的腳 這隻呢 這個就是Brownie Brownie 其實以前是一隻被人遺棄的動物 牠曾經很坎坑地在街上 從我們的會員帶了牠回家 牠整身都是皮膚病 到醫治好牠之後 牠發覺牠很親近人類 也沒有因為以前的經驗 對人類抗拒 所以我們將牠訓明成狗醫生 牠其實是個很出色的醫生 很多人喜歡牠的 對 對 對 這個就是Curry 牠是一隻立場狗 對 因為身形矮小 牠在小朋友的腳邊 轉來轉去 那小朋友就會到處找牠 會很開心地找牠 對 對 這個就是Momo Momo是一隻很遺棄的狗 牠很喜歡坐在大腿上 搏著你 遺棄著你 不動 真的沒辦法坐 這個應該是Toby Toby Toby和Momo 因為跟牠的狗 牠們的性格是很溫馴的 很喜歡遺棄人的 這個就是甜甜 甜甜是比較大的狗 牠很靜 而且牠很懂得跟別人溝通 你跟牠說話 牠好像拿著眼睛看著你的小朋友回應 這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滴滴 滴滴滴 滴滴很厲害跳高 跳高 跳高搶 搶球 就是搶球 玩遊戲 對 你跟何醫生先試試看 我知道何醫生你本身 不是動物福利會的會員 但也參與在一些活動 在一些計劃中 其實是甚麼吸引你參與當中 其實我是透過福利會那裡做人單位 我本身是有一點時間沒有做蟲蟻醫生的 後來自我近太 我就想著 遲了本來那份見面工作 然後月初是做蟲蟻醫生 那麼福利會就聯絡了我 希望我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看完之後我覺得很有支持 因為可以幫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和蟲蟻 以前你也是因為你執業的就醫 其實去訓練動物成動物醫生和參與活動 比起你以前做手醫的時候 其實那個工作分別和對你自己的影響 是不同在哪裏呢 對於我來說 其實分別不會很大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針對蟲蟻的醫療方面 其他一些 至於如何培訓他們 可以幫助小朋友 主要都是回到自己負責 嗯 嗯 其實現在方理會裡面 其實有多少醫生 其實好像你這樣 本身都不是會員 但是首級人來參加 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知道的 起碼都有五到六個 也有 而且有四個都本身 是政府做人的手醫 他們聽到這個活動 都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他們都很踴躍參加 嗯 會員當中有很多專業資格 尤其是訓練狗仔 其實想問一下 我想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例如我自己有隻狗仔 我很想訓練他成為動物醫生 其實我可以怎樣做 其實可以透過我們的會 進行一些最簡單的測試 我們要評估他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做了檢驗工作 譬如要打了針 做了蟲 沒有健康問題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要測試他的性情 是否溫馴 他可不可以和新人相處 那基本上 如果通過這兩個測試之後 我們就會再深入一點 去看看他 給他一些訓練 或者是給他一些 再深入一點的測試 確保他不會害怕 或者見到新人 不會突然間有恐懼感 或者是不會令到 其他朋友在旁邊 會得安 或者他跟一般的狗仔相處 是不怕會惡 因為如果我們動物醫生出房 就應該有幾隻一隻 如果他們兩個 大家不可以相處的話 就是不可以合作做事 其實有沒有說 限制哪一類品種的狗仔 是比較難成為動物醫生的 其實都沒有的 最重要是看他的性質如何 因為其實跟一個品種的狗仔 有些是很溫馳 有些是比較脾氣比較大 所以最重要是看狗仔本身的 如果市民有興趣 將訓練自己的狗仔 成為動物醫生的話 都可以聯絡澳門動物呼吸引會 另外就問一下 除了訓練動物醫生之外 呼吸引會現在還有什麼活動 其實是在籌劃中的 現在我們在籌劃中的一個 就是無國界動物醫療援助計劃 那是甚麼人 或者是一個怎樣的計劃 這是一個免費醫療計劃 主要是給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或者是經濟人員有限的兒童 或者是人家 那些 希望他們的錯物 可以在最釋放的時期 得到醫療幫助 但我們現在始終條件有限 始終獨行在同星期日 就會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至於另外的日子 希望對市民可以辦到的話 我們都希望能夠每天都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那些人是否基本上 任何人 任何動物都可以帶去接受這個免費診治 沒有問題的 至於他們覺得有需要的話 他們都可以帶來 我們都會免費診治 是的 我們看到現在 我們也看到服務日期 就是2007年1月至2月 逢星期日 早上10點到下午1點 再由下午4點到夜晚9點 澳門動物科理會 都會在沉仔部 隔街730南新花園 第四座地下醫舖的醫治 尋小動物專科醫院裏 幫動物施餘免費診治和醫療 每天的名額是20位先到先得 有興趣的市民 有所謂的市民可以打以下的查身電話 2882-2783跟我們聯絡 今天謝謝 我們會的兩位嘉賓來跟我們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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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稍後遮盡 你會有其他的消息 謝謝 我們很快 enjoyed prze merry